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第29次中文学习影片 上一期影片我们介绍了正常人大概可以记住7个单位的信息 对于超过7个单位的信息 我们需要化繁为解 我们需要把复杂的记忆工作变成简单的记忆工作 介绍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能解决记忆工作的原则 原则的意思是一定要遵守的规则和要求 所以我们不可以破坏原则 遵守这些原则我们才可以完成记忆工作 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哪种赋予单词意义的方法更好,更加有效 2009年政府资助我们去了一个贫穷的地方支教 资助的意思是给你钱帮助你去做某事 支教的意思是提供免费教育 政府资助我们去支教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后 我们给学生购买了大量的学习和生活物品 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大量的课程和今天要向你们介绍的实验 我们的假设是深度加工可以加强记忆 深度的意思是大的程度 深的程度 加工的意思是处理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的程度处理可以加强记忆 而不是时间和动机 我们给了学生相同的学习时间和完成考试后给予的奖励 这些奖励是为了保证他们拥有相同的动机 我们选择了30个完全没有学习过英文的学生 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教会他们26个英文字母的书写和发音 同时他们还需要学会区分大小写 大小写的意思是 比如这个A是大写 那么它就是小写 学生们学得很快 实际上他们只用了5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26个英文字母的学习 这比我们的预期还快了2天 我们把这30个学生随机分成3组 随机的意思是随意的 没有要求的 我们随机的分配了这30个同学成为3组 每组10个人 我们又选择了2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 在这2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中 随机选择了100个英文单词 让学生们用三种方法学习 学习完成后 学生们只需要回答 是否见过这个单词就可以了 每种学习方法使用的时间相同 回答正确得一分 他们可以用得到的分数 在我们这里换取学习或者生活的用品 这是为了保证他们拥有相同的学习动机 第一组的学习方法 屏幕上出现一个单词 让学生们区分这个单词是大写还是小写 比如dog 这个单词是大写还是小写 第二组的学习方法 屏幕上出现dog这个词 我们教学生们读音 第三组的学习方法 屏幕上出现dog这个单词 我们告诉他这是狗的意思 并询问他 你认为这是动物吗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尽管这三种方法的时间相同 但是加工的程度不同 第一组加工的程度小于第二组 第二组的加工程度小于第三组 之后进入考试 我们从这200个单词中再次随机选择100个单词 当然这样的话 这100个随机选择的单词中 就有一些是学生们学习过的 另一些则是学生们没有学习过的 只需要让他们区分这100个随机选择的单词中 有哪些是他们见过的 第一组的平均正确率是48% 第二组的平均正确率是76% 第三组的平均正确率是95% 这个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验证的意思是用实验去证明 这个结果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 深度加工可以加强记忆 但是有趣的是 在第一组中有一个小男孩 他的准确率达到了92% 这个结果让我们感到很奇怪 难道是他作弊了吗 或者说他是一个记忆天才 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单独的考试 我们又随机选择了100个英文单词 结果他这次的正确达到了95% 比之前的92%还高3% 我们五个人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个记忆天才 于是我们希望了解这个男孩究竟是怎么记住这些单词的 结果令人有些失望 他并不是记忆天才 因为他的解释又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比如爱这个词 他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 God这个词看起来像是他们家羊的大便 当然God这个词的解释没有逻辑 但是他就是这样记住的 换句话说 他的考试结果又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换句话说的意思是用另外一种说法 尽管我们只是让他区分大小写 但是实际上他用自己的方法给每一个单词赋予了以对每一个单词进行了深度加工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你们肯定累了 下期影片我们将根据上面的实验结果介绍一些常用的记忆单词的方法 好好休息 下期节 再见